赶快先问 因为刚宇哥有说 有几款是比较便宜的 我们可以买得起 所以至成后面六辆呢 我后面这六辆 除了一台 大家都买不到 因为它是概念车之外 其他应该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价格比较亲民一点 比较亲民都买得起 像第一辆 就延续刚宇哥所讲的 那个超级钢套 这台本田的Civic Type R 这台应该很多玩家 也是引领期盼 所以这维泰 应该也会喜欢这一辆 本田的车我个人觉得还好 真的 可是这款Type R 我不太了解 大概在1995年的时候 其实那个Type R 是很流行的 所以Type R曾经轰动过 它是十几年前 相当强的一个跑车款 赶快介绍一下Type R 这个Type R 最高级速可以达到 267公里每小时 但是它只是用什么 它用2.0四缸的 VTEC Turbo引擎 而且是前驱的 就有办法达到这种水准 这一般我讲这样子 可能一般的观众朋友 可能大家不清楚 一般你像比较强的那种 车子要跑得快 它们是后驱的 它是前驱的 而且是高性能车款 那这部车最让我觉得 有意思的是在哪里 这种钢炮 平常在一般路跑的时候 你用那种赛车模式跑 那没有三两下 可能一不一样 RG撞到人家的 可能那种很难操控嘛 但它有一个具备一个一键 我们号称叫战神模式 它有一个按键叫正的 R 你只要把按键按下去 它就变成赛道模式 对 然后把它按 没有按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般的公路模式 所以这部车 如果说你要跑去跟 拉力赛可能没办法 可能跑那种房车那种赛的话 我想应该是没问题 因为你路比较宽广 你就可以试一下赛车模式 但是这个速度我看真的是蛮快的 这一台不简单 那再来一台跟大家介绍 这一台是概念车 各位你看到这一台长得 这种形状可能一般人 看一看就会说好像 这真的开出去吗 上面还多了一根 这是Google街景车 对 还多了一根杆子 有没有 所以它那个杆子是做什么用啊 那个杆子是无人驾驶的 杆车的这个镜头 所以这台是无人车吗 对 这一台是瑞士车厂推出来的概念车 是完全自动驾驶的 我不晓得我们这边图片有没有里面 它里面 所有的方向盘 都是可以收纳起来的 你要用的车可以拿出来 而且它正副驾驶座 通通都可以用这个方向盘来开 是哦 是没错的哦 然后重点 它在收纳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完全自动的坐在上面 让它自动去导航 那它怎么做到自动去导航的 第一个 就是来自于 它有个激光扫描的仪器 然后又配合到镜头 它会直接扫描路面 还会自动学习 路面是什么样的状况 它会记忆 这已经完全走到是自动智慧的驾驶车了 那当然这个推出来的部分 还是仅止于概念 所以这次瑞瓦车展 假如说 这个部分造成蛮大的回响的话 有可能未来的无人自动驾驶车 慢慢的就 会慢慢起来了 对 这是一个 那如果是无人车驾驶 瑞海你敢坐吗 自动驾驶 对啊 如果大家都做了我就敢做 那希望 不过现在大家都在推啊 对大家都在推 不要当第一个就好了啦 对啊对啊 因为大家都安全就安全 可是如果像盲包就很适合 我觉得应该是要帮他们一下 对没错 我觉得应该是 我觉得用在什么 用在那种 就道路的那种运输系统 大宗运输系统我觉得最适合 如果这种基础也衍生了 再来一个跟大家讲到 这部车就是BMW一系列改款 它是小改款 它并不是整个大改款 那这个小改款改了哪里 其实大部分就是只有改了那个头跟尾巴而已 那这一款是 这次BMW除了刚宇哥所介绍的那个二系列的那种七人座版以外 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吸睛的焦点 那这次它所搭载的动力引擎 比较特别 如果想要买BMW的人 你要留意的 这一款我想应该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 因为它首次搭载三气缸的引擎 那这三气缸的引擎 它的一个马力跟CC数比较小一点 相对来讲车价会比较便宜 所以说想要打入门款BMW的人 我觉得这一款是可以直接考虑的 它甚至第二季就会开始引进国内了 那再来 这一款有一个外号 这一款是福斯 讲到Golf大家都想到就是一般的 就是说在德国是平民车 对啊Golf就是刚刚宇哥讲的 刚才那是Golf GTI 那是经典是属于双门小钢炮 那这一款来讲是四门那边注意到 GTD 不太一样 它是四门柴油版 应该柴油 这D代表柴油 但是你们看它有一个比较长的屁股 这个是也可以家里多人做的哦 家庭房车 但是它有个外号叫什么你知道吗 叫做热血爸爸的绝佳拍档 如果你是热血爸爸 但是我相信你家里有一些成员 老婆会让你去买那种小钢炮 或者是很快来跑 当然就是这种家庭系列 但是如果你想热血一下 这一部车绝对可以给你热血 为什么呢 因为它2.0公升的排气量 就可以跑出184匹的马力 那不错哦 然后而且它的扭力高达38.8的KGM 那售价台币大概115.8分 其实这并不算贵 对 这并不算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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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讲欧洲车这种价钱 这样算便宜 那国内是不是会引进 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引进的话 我建议真的这些老爸可热血一下 因为它连黑色的顶棚 全部都是做黑的包园 那最后再来一台 OPPO的这个COSA OPE 这个也是属于钢炮型的 那这部车呢 它0到100的加速只要6.8秒 你时速最高是达230公里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以一样钢炮来看的话 坦白讲 刚刚韦泰讲说 他觉得那个Type R好像比较 没有感觉 这一辆跟你刚刚看到的那一台钢炮 你说Type R吗 对啊 我会选Type R 你还是喜欢 对 我会选Type R 欧宝品牌 宇哥 这通常在车市当中 这是属于比较二线的一个品牌 但是为什么 我们发现到很多欧洲厂牌 都做这种 我这次去到意大利跟法国 我发现到他们那边 尤其意大利 几乎我这样车子 我没有看法拉利 我没有看法拉利 可是我看 几乎都是这种小车 英国跟意大利 但法国大车我还看得到 我在意大利 我几乎看都是这种 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欧洲人习惯开那种先辈的小车 原来 对 尤其是在意大利的部分 所以它每个车 基本上它都有它的市场 对 那在下一辆呢 在下一辆 好 下一辆就是最亲民 这一台我再跟大家报价一下 只要53.8万台币就可以买得到了 那基本上这部车 因为这一次来推出的时候 它并没有做什么大改变 它只有外观维持原本的样式 稍微改了一点点车头而已 然后重点是它的动力有四种不同的引擎 一个1000cc的TSI的102匹的马力的引擎 还有就是1.2公升的四缸的引擎 这84匹 还有一个就是柴油的四缸的TDI的引擎 有到150匹 但是呢 我想这售价很会不一样 但是最便宜的 应该马力最低的 只要53.8万 那我是觉得啦 这款这如果说是家庭 要大家载得出去玩 那甚至要去冲浪很没办法 可能再挑狗应该还可以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这12款首发新车 在日内网就看得到了 那后面的6台车 是比较价格低一点点 前面于哥刚讲的 都比较超贵的 还有1亿台币以上的 但是呢 不管贵不贵啦 总之呢 安全最重要 停车要停 开出去呢 车子要停 其实停车很麻烦 找车位 找个老半天 找不到你就是没法 现在有超级聪明的停车场 于哥就在国内喔 在国内已经有很多的机构 甚至于在101都有 他停车场都有这种设施 那这设施事实际上是 结合部分所谓智慧电网的 它叫智能停车场 那智能停车场其实很重要一点 它是帮你寻找车位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怎么样帮你寻找车位 你可以用手机APP去预约 比如说我已经确定 今天我要到这个地方 这个公司机构 或者说这个停车场 那我可以用我的APP 如果你有提供的话 我给你手机做预约动作 我下载之后呢 现场你已经就会 当你车到的时候 它本来停车场就有辨识系统 当辨识到你的预约课的一个系统 这个叫做牌照之后呢 它就会告诉你说 你约的这个车位在什么地方 导音你的车位 对 会告诉你这样子 那如果说是不同的车主来的话呢 我可以秀你的这个QR Code进去 你不同的车辆没有关系 也可以 所以我根本不用找车位嘛 我出门前车位 也可以 就是说你就算我今天 车位就已经排好了 像鼠方它如果开这个B&W 如果今天我不喜欢 我要开Mercedes 那也没有问题 鼠方只要秀出它的QR Code 就可以一样 它跟着你的QR Code 它当然车牌会辨识 对对对 对这是个好处 那如果你停错呢 假设鼠方今天太累了 停错车位 它就系统会告诉你 因为鼠方假设它累 这个空位我可不可以停 可以 只要没有事情 它就把你原来这个空位 修正给下一个人 做个调整 这就是非常人性的一个互动 那第二个聪明是哪里 第二个聪明呢 我们来看下去 就是在所谓 红海秋叶园 这一部分 那这边我不晓得 有没有人去停过 这个红海秋叶园 有啊 刚广告时间制成说 你去停过这一场 对我会停错 我会停过啊 然后整个在使用上来讲 它的一个导引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直接 假如说你找不到 车位在哪边的时候 你好像是 自己去按你的车牌号码 它就会显示出来 在哪个地方 有你的那个车子在哪里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它是属于有被动式的 一个这个智慧的 一个资讯显示 对 所以红海秋叶园 这位停车厂来讲的话 它引进了一个是什么 人脸辨识 像刚才智诚所讲的 智诚如果去过 也许他就把它记住了 可是它 我先讲啊 它大部分是辨识你的车牌 车牌 对 因为人脸其实是很难辨识的 那它大部分辨识你的车牌 然后它就会记住 因为它有一些的感测 一些的所谓侦测 还有镜头 它会知道你的车牌 然后你停在哪里 那个车位上面又有一些的 那个所谓的镜头 跟感测的部分 你停进去 你的车牌就会秀出来 你停在哪一个 是哦 就是进去的时候 好赞 看你的脸 你拿票 它会这样子看着你的脸 它会 我记得好像会秀出你的车牌 你进去就会看到那个东西 秀出 譬如说你的车牌号码是多少 它就会秀出来 然后再进去 它就大概就知道你的车牌了 它就已经认出 然后你再进去就输入 譬如说你找不到你的车子 我印象中好像是 因为我们找得到嘛 印象中是你可以用你的车牌 去找你的停车位在哪里 对 这是台北车会员停车场的一个特色 那至于新北 我们新北市也有啊 是不是 来我们来看 新北的公共停车场 它吹什么科技风 自动帮你找车位 车位上面来讲 就有一个车牌扫描器 停车之后告诉你说 车位已经有车子在上面了 所以告诉你下个停车 停车使用者来讲 什么可以用 省掉你那个绕来绕去的 找车位之间 对对对 那等到你把这个要缴费的时候 你把这个票卡插进去之后呢 它就秀出你的停放位置 这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算是 新北的 新北的一个重点的 一个科技停车的一个方式 这样子 最后还有一个 我们今天特别呢 因为聪明的停车位 停车场 国外的 国外有一个 其实说到那个停车 你都要自己找 但是听说在德国 机器人帮你停车呢 德国你看这个就厉害了 它国际机场上面 有一个停车用的一个机器人 它叫瑞 来帮你在这个杜塞道福国际机场 你把车放在这个停车场 指定区域 它就机器人就会帮你把这个车位找 这有点类似什么 这个概念永远是类似说 你港口里面这个货柜有没有 也不是一个掉臂 谢谢 类似用抓的部分 把你抓起来之后 你去放 类似像这样概念 不完全一样 就是说有一个主动装置 去帮你去辅助 你只要停到那个指定区域 就可以 不过呢 德国不愧是科技大国 你看他们这个做的东西呢 永远跑在科技的最前端 今天呢 好开心 分享到了10款 12款 首发的新车 还有这么厉害的国内聪明停车场 所以呢 我也要不让您变聪明咯 明天的看看重点 对 其实我们的专家都有提到 连续的大涨了两天之后呢 台北股市的正乖力很大 那会不会因此而产生的震荡跟修正 这是在明天要去做观察的 第二件事情呢 外资在今天的期货多单 已经增加到两万口 可是呢 逆价差却呈现了出现 那如果在明天里面 逆价差又带度的一个扩大 是不是代表外资的多单有平仓呢 这个部分要稍微去做一些的观察 所以整个期货市场上面 还是要领涨现货市场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如果大幅转逆价差 就不大适合去做追高 第三件事情来讲 我们维太友谈到了 在最近的一个大涨 今天被大家最诟病的是 指数创新高 没有量 那就代表内资呢 一直没有回头 所以什么时候 内资外资齐心并进 把台北股市的量温和的扩大 扩大到1100亿以上1200亿 这样的话对台北股市 未来供9859点才有正面的帮助 那第四个部分 今天涨好多天的台积电 跟所谓在之前里面 比较强涨的富邦金 就是传经电三主流的 比较占有全职的 金融就是富邦金嘛 电子就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涨多之后 会不会又换富邦金呢 这是未来里面要观察 是不是还是三方的轮动 还有大家谈到了 落后性补涨的中小型个股里面 也要去做注意 所以电子如果占资金的比重70% 那大家就多注意电子 可是如果电子是小于70% 那还是一样的 传经电是属于三方主流 今天盘变一下可以发现到 真的内股现在轮动速度 是变快了 感谢蜀方的叮咛 明天的重点 还有国际盘一定要盯着看 听说今天晚上的欧洲股市 有一点点分乱 乱的理由是什么呢 说听待会的